美國計劃在F-16戰機訓練烏克蘭飛行員前 先上一堂英語課 據烏克蘭方面透露 能夠溝通是進行飛行訓練的必要條件 訓練將在阿里桑拿州的莫里斯空軍國民警衛隊基地開始 這個新聞讓我想到 是不是所有的英語課程都應該包含F-16、F-18戰鬥機的英語課程 如果有人想學習俄語 是不是應該先上蘇35戰鬥機的俄語課程 如果我們想學習國語 是不是應該先上殲16戰鬥機的國語課程 語言是溝通的橋樑 學習語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讓我們在評論區分享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一起探討學習語言的方式和途徑